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儿女是夜和华所赐的产业 爱政浸讯会得蒙神的恩典 幼儿人数不断增长 儿童时工组亦作出相应的改动 去配合新增的需要 教会门前增设初生婴儿指定车位 同时新建成的隔音房 可以让父母及婴儿一同敬拜上帝 儿童室亦以重新装修 就让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合适的环境 从而认识上帝 以及培养他们灵性的发展 主耶稣曾经说过 让小孩子到我借女来 爱政浅 会 wandari 证明 这位庆天 实际 운동 上揺 Original 优优独播放 今天的文明 速信 Spit 我们им旋 距美